Hello 又是我Esther 教大家煮菜 大家都知道我是意大利菜專家 今天會煮雞肌肉 現在是東方的口味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泰國菜 我用了一個泰國東蔭的醬料 去做一個東蔭公海鮮意大利飯 在街市看到有什麼海鮮就買什麼海鮮 你可以買海中蝦、基維蝦、蜆 我今天買了半斤 大姐就騙了我二兩 買到就可以買泰國茄子 好像這樣綠色的 又不像我們平時中國的紫色茄子 如果真的買不到就用紫色茄子也可以 還有一個靈魂就是香茅 首先切香茅 切碎碎 一至二人份量 可能四份一支都可以 放開 再削碎它 否則太大塊就會慘 香茅不用去九龍城買 一般街市場 一般街市 一般街市 印尼小店都有 不過價錢當然會貴一點 可能要四元一支 我現在切泰國茄子 我這樣切 一開 八度 就想快熟一點 今天我買了這個蝦 中等尺 我首先剪了閃電 這個位置 要記住 我們要把刀 打橫地挑出蝦狼 吃的時候 就可以絕蝦膏 也無後顧之憂 就不會覺得很髒 吃到蝦腦 蝦不乾淨的位置 先把蝦膏撕掉 把蝦膏撕掉 現在加少許油 就炒乾蔥和香茅 加入香茅 很快已經聞到 泰式的風味出來了 一旦有香茅 就馬上很快 然後加入蝦蝦 加入幾隻蝦 我們可以輕輕 刮一下蝦頭也可以 可以的 讓蝦膏流出來 下起 這個時候 等花甲 一開口 就可以開蓋了 我們的湯水 將蝦膏流出來 用來煮蝦膏 開口 現在盡快 加入冬蔭蝦 醬 可以調小火 拌勻後 這個湯底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隔開湯 待會用 現在開始煮蝦膏 加入少許油 加少許油 這個米 一人份量 大約120克 其實可以兩人吃 都夠 嚴格來說 餐廳份量 可能80克 但我們 中國人通常都吃多些 用腩油 倒一倒一倒 現在 我現在會放 剛才撈起的 冬蔭蝦 海鮮湯底 你看到 都想到是好吃的 我們煮蝦膏 注意 大概 我自己會煮16分鐘左右 不過如果你習慣太硬的米 可能煮18分鐘 加水的份量 每次都是少許 蓋過面 就已經可以了 我現在要開始計時 除了剛才的份量 海鮮湯底之外 另外 我們都會加些水 我們用一個鍋子 一邊煮著一個 滾水 一邊加下去 如果我現在下冷水 其實米就會難熟 小火就可以 煮蝦膏 因為它會慢慢吸收水分 即是吸收海鮮湯的精華 米就會慢慢膨脹 就會很有海鮮的味道 可能去香港的餐廳 有時會煮蝦膏 就不太好吃 其實 無論是我們學了在家製 一上桌就馬上吃 這個蝦膏就最好吃 再加上海鮮湯底 差不多三分鐘 最後三分鐘 就加上泰國茄子 煮一會兒 到這個狀態 記得不要加湯 差不多兩分鐘 等它慢慢收乾水 已經聞到它們很香 已經忍不住很想吃了 最後一分鐘 我們就加上牛油 千萬不要覺得肥 其實不加牛油是不好吃的 意大利人還加得多 還有加上巴馬辛芝士 我們就加上香草 和剛才我們的海鮮 就回到這個鍋裡 記得把靈魂刨上去 刨一些檸檬皮碎上去 如果可以買到 就買泰國的青檸 立刻香了很多 好了 我們就可以散碟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